有一只黏人的小猫咪是什么感觉 你们吃过那个猫罐头吗 就这个味道 我吃过 我吃过狗罐头 你养猫了 狗粮我也吃过 我有吃猫 你养什么吗 我有吃 就梨花吗 流浪猫自己跑来了 养了十多年了 我天哪 有一天我在家睡觉睡得好 那时候我家住七楼 我就听到门口一直有个猫在门口转 因为也没有楼梯 你只有电梯 我也不知道从哪跑来的 我一开门他就见了 就不走了 在我家现在十年了 十 缘分 真是缘分 我们家那个猫太可怕了 我们家猫太年了 我现在就压力很大 压力太大 我现在就没事要跟我妈妈视频看看他嘛 你知道我不回家 你知道他干嘛吗 就必须要有一件我的衣服 他必须睡在我衣服上 就有我的味道 或者是比如说 就哪边有我的箱子 或者我的鞋子 他必须要在有我的地方睡觉 你看你压力大不大 就觉得自己犯罪了 你看 你没事的时候就回去陪他一会儿 就是年少你了 比如说我要是在家的时候吃饭 因为我是随便上来上桌子的 我也无所谓 因为我家常见就我一个人在家 我吃饭的时候 他嘴就顶在我这个顶 就他的头是一直在顶我的 因为猫他就不是喜欢蹭你嘛 就他就喜欢蹭我的头 他一直蹭 然后我看见是躺的 他必须在我肚子上睡觉 所以 但就是年少顶了太太 不是搞得我压力太大了 我看真不敢轻易不敢走现在 走的时候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更多精彩尽在浙江卫视 中国好声音